《珍愛藻礁公投補證》 是我們要把珍愛藻礁公投補證的文件來送件 送件的目的就是希望中選會幫個忙 給我們機會早一點讓我們進入二階的連署 首先我請我們海岸生態 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的理事長 葉理事長再來幫我們吹羅 這次的羅就是呼籲我們中選會速審通過 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在二階的時候 為公投衝刺 謝謝葉理事長 我們在10月16號看到中選會做了一次的審議 那麼審議的結果呢是要我們提出主文或者是理由書裡面的 有關於這個三階的簽紙 這個簽離到底界定的範圍是哪些地方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把我們簽離的範圍寫得非常的清楚 要來送件 不過講到這個我有點還是有點遺憾 我們認為三階簽紙其實是並不需要這麼的複雜麻煩 因為三階就是由中有所開發的那個範圍區域 中選會呢如果不刁難 其實呢在上一次的審議就可以通過 那最後呢他們還是挑選了這一個小毛病 其實我們認為呢 他們其實已經有一點剝奪我們的公民的權利了 它其實應該是一個形式的審查 既然是要協助我們民間來完成這個公民 應該有的權利的話呢 其實不必這樣刁難 那現在既然已經做了這個決定 我們還是來到現場 把文件備齊 希望中選會今天呢能夠在接到之後 我聽說11月20號有一次審議會 但願這一次的審議會呢就快速的通過 可是我們算了一下呢 在明年8月28號的公投日之前 我們其實有很多要面臨的關卡 這些關卡算一算扣除了很頭痛 我們大概只剩下兩個多月的時間 來做第二階段的連署工作 如果8月28號是全國公投日 那他在90天前他要做公告 所以5月28號之前他就要做公告了 那麼5月18號這個公告和編號呢 他是在10天前中選會要做 所以又扣了這10天 那接下來呢我們還有一次就是說 如果我們送的連署書這些呢 資料有疑問 查對有問題 那必須呢 退回不夠 我們必須又再提審 我們再提連署人數 這個日期呢 又是一個月以上 那這個30天為限 就是說當他們告訴我們說 你們提案的人數不足 你們趕快再提審 他給我們30天的期間 這樣扣一扣下來 還包括就是中選會 在我們二階段的連署人數 提出去之後 他們交給各個地方 互證事務所呢 有60天的查核的期間 把這60天再扣掉 我們大概能夠 然後連署的時間 大概就是到明年的2月底 2月28號 所以我們這樣算 如果現在開始 11月20號 中選會這邊 確定通過了 他的主文確定內容 OK了 可是呢 他又必須要把 我們上一次提案人的 那一些連署資料呢 送到各個 政府這個事務所去核對 必須通過了 他才發給我們 一個正式的那個 連署人格式 那這個時間都會拖到 所以我們今天期待 中選會可以在 如果11月20號 確定我們的 今天補件的內容 沒有問題 是不是我們可以 從那一天就開始連署 請他把那個格式先給我們 讓我們有更充裕的時間 因為怎麼算 就剩下三個月左右而已 那照說 他給我們應該有六個月的時間 就是 也就是法定的時間 是說 當我們向中選會 申請通過了之後呢 他會讓我們做第二階段連署 這個期間有六個月 那現在看起來 只剩下不到一半的時間 所以我們會期待 今天中選會呢 把我們的意見 傳給我們的審議委員 讓我們可以及早的通過 那首先 我請我們 長期來支持 搶救我們桃園藻礁的 桃園滿野 不是 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的 專職律師 蔡雅瑩 蔡律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次的送件 主要是依照中選會的要求 來補正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應該要遷離或者 禁止繼續興建的一個大潭藻礁 海岸及海域的一個範圍 那也就是 我們認為是應該要禁止在 北起觀音西出海口 南治新屋西出海口的海岸 以及由上述海岸最低潮線 往外平行延伸五公里的海域 那因為我們找到的資料其實 就是說往外 海岸往外 超過五公里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是藻礁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地方都不應該要清建 那中選會的行為內容 其實我們讀起來我們的理解 似乎只要主文或是理由書裡面 有一個有寫到它的範圍就好 但是因為我們也很怕我們這樣的解讀 萬一被突襲 中選會說不是喔 你兩個都要寫 所以我們是這次的補正 我們是兩岸並程 就是我們提了兩個補正的 一個是主文跟理由書 都把剛剛講的那個範圍寫得很清楚 那這樣會造成主文的字數是增加到75個字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比較希望的方案 就是主文還是維持原本29個字的簡短方案 但是我們在理由書裡面 把範圍講得更清楚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到時候投票的時候 因為主文比較短 大家不會投票的時候 還要讀很長的一個文字 那可以減少一個閱讀的時間 讓手票的速度也能夠比較快 那我們兩個案子都沒有意見 我們希望中選會能夠選擇 我們希望比較短的方案 但是不管哪一個方案 其實我們都是能夠接受的 那希望 只希望中選會能夠盡速的通過 謝謝 好 謝謝雅雲律師 那我手上呢 這個就是第一個 剛剛蔡雅雲律師提出來的 就是在主文和理由書 我們都寫上界定的範圍 那附件二呢 是我們希望比較簡單的方式 附件二比較簡單的方式 那就是主文呢 按照原來的不變 那我們把界定的範圍呢 寫在理由書裡面 是這兩個不同的格式 我們今天會送進去送審 希望呢能夠早一點 讓這個案子通過 那我在同時也在跟大家報告 就是如果進入二階 我們要有多少人的連署才夠格呢 如果按照中選會的規定呢 二階的門檻人數 是這一次2020年總統副總統選舉的 總選舉人數的1.5% 那總選舉人數呢 我們今年是 一千九百三十一萬一千一百零五人 那乘以百分之1.5% 所得的人數是 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點五七五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至少拿到 二千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六十七人的連署人的名單才夠 可是因為我們知道連署的時候 難免會有寫錯字啊什麼 這些都會被淘汰 所以真正的安全門檻 我們要定待三十五萬人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如果沒有更長的時間來運作 我們很難完成 我們期待呢 中選會能成人之美 他們都認為本案是屬於全國性的一個公投 而且不管是行政院或者是經濟部 本件其實新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就是針對燃氣發電所需能源的一個供應的確保 換句話說 這是一個屬於重大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政策 按照最高行政法院一百零五年判治一二七號判決的意旨 公民可以透過投票針對進行中的政策 行使最終的決定權 換句話說 我們珍愛藻礁公投 在這一次是具有正當性 是具有合理性的 那另外按照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 中選會他就是貫徹憲法保障民主法治人民參政權的一個本子 來統籌辦理 是辦理而已喔 公民投票事務 換句話說 按照這個組織法的第七條 他只是一個辦理事務的行政機關 他只可以做刑事的審查 他不可以做實質的審查 另外按照現行公投法第十條第三項的一個規定 主管機關也是中選會 中選會 他必須要命補證 要是要聽證會 他主要的任務 都是在於 釐清相關證檢 並且協助提案人 來做必要的補證 所以這裡已經講得很清楚 中選會 他的角色就是協助我們 來完成這一次的 正愛藻礁公投 他必須要協助我們釐清 然後協助我們補證 而不是當政治的一個打手 所以呢 這一次我們希望 中選會 他可以 站在 公正 客觀的一個立場 依法來辦理這一次的公投 謝謝 謝謝陳理事長 那接下來我請我們環境法律人 協會的 理事長 張玉穎 張理事長 謝謝潘老師 謝謝各位媒體 中選會 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他的任務 最關鍵的就是要透過客觀公正的安排 這些投票的程序 讓國民的意志 針對政權選人的部分 政權是出自於國民一票一票的選票 那針對政策的部分 則是透過公民投票 來給我們的政府做出指導跟引導 那中選會身為獨立機關 最重要的就是要超越黨派 他不可以用一些程序上的 技術性阻攔的方式 來影響人民行使公平投票的權利 那本次補證的要點 其實在九月的聽證會 就是九月聽證會的第五題 那在這個第五題的題目當中 領銜人已經在聽證會當中 說明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剛才蔡亞銀律師所報告 大潭藻礁 海岸及海域的這個範圍 那針對這個範圍的部分 中選會現在發公文來 請我們補證這個範圍 我們也趕快把它補證進去 我們希望中選會可以盡快的審議 讓我們趕快能夠開始二階段的連署 謝謝 謝謝張理事長 那我們今天也有我們關心藻礁團體 來到現場 他們是RCA的關外協會 那接下來為我們藻礁發聲的是工商的顧問 賀光萬 好大家好 我是工作商和少蘭協會的專員 我叫賀光萬 那我們也是長期協助RCA關懷協會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今天跟RCA關懷協會來這邊聲援找交 其實我們聲援很久了 大概七八年有了 那老實講 我想今天全國都在關注的就是美國的選舉 就是拜登跟川普的選舉 那我為什麼會講到這裡 我想我們民進黨政府其實大概都很清楚知道他在支持的是川普 那川普在不管是在供應界或是環保界 如果從環保界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支持開發的 他其實是不相信氣候變遷的 那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話 其實我們藻礁的這樣子的一個保育 其實是跟台灣的氣候變遷 跟台灣的生態實際上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就在想說 用這個聯想在想說 如果民進黨政府支持這樣子的一個川普政權的話 他的意識形態是支持這個開發 支持不同意這個氣候變遷的話 老實講我會很擔心 今天我們今天把這樣子的一個公投的程序的部分 會被他程序做掉 我想今天如果大家來看的話 川普政府已經在說 哎呀我們要趕快停止這個計票等等之類 趕快讓他 我覺得這有點算是選舉奧波 我們也會擔心 這個民進黨政府裡面其實有兩個人已經失去的政治承諾 一個就是這個蔡英文 一個就是鄭文燦 其實想在如果關心我們藻礁都知道 這兩個人的政治承諾已經在這個 藻礁這件事情上已經徹底的已經被我們看破手腳了 那所以我們會很擔心這兩個執政者 在這個中選會也是 大家也都知道 可能中選會也是民進黨在執政 所以會不會在行政程序上呢 就把我們藻礁給做掉了 我想這是我第一個擔心 呼籲說不要做掉 這個行政程序就讓我們過吧 我反而擔心的是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比較是我們供應界的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們曾經有一個七天價的公投 老實講我們也是死在第二階 第二階的門檻其實是太高了 三萬三十五 潘老師很厲害 他設定在三十五萬 那我想當時候七天價對供應界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當時候我們居然沒有過 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 團結上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但我也想早交這個問題 會不會在第二階就被幹掉 我會很擔心 會不會有像第二階的時候 就在這個下個階段的選舉又來的時候 忽略了台灣的環境上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問題 而開始進入到的民粹政治 或者是所謂的藍綠 或現在的所謂兩岸 我覺得這個可能都會犧牲掉我們環境的安全 所以我會非常擔心 接下來第二個階段的時候的三十五萬 所以我在此我還是要呼籲 如果大家還是要呼籲 這一次我們看這個川普跟這個拜登的選舉 你會發現一件事 今天有個新聞有出來 非常多反川普的人在說 我們不要支持一個說謊的總統 那他就在定調說 這個選舉其實就是一個反川普的一個選舉 那我也會希望說 如果大家討厭這個總統曾經 跟民進黨政府曾經很多的都支持我們這個 這個藻礁這個活動的話 我們應該把它定調成 這是一個反民反執政黨的一個公投 如果大家支持我們 希望這個三十五萬的選票呢 希望三十五票的這個支持門檻呢 可能通過 讓我們可以讓整個公民的力量崛起 讓這樣子的藻礁永存 那最後我們喊個口號 好 藻礁永存 全民支持 好 謝謝 好 謝謝賀專員 長期關心我們藻礁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把今天的相關的補證的文件送進去 我們也會跟他們請教 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讓我們早一點進入二階 讓我們開啟一個真正公民行使權力的一個好的開始 好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大家的聲援 謝謝 有沒有要專訪的就稍後 OK 我們喊一下我們自己的口 好不好 OK 還我 就是依法訴審 還我民權 依法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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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民權 還我民權 依法訴審 依法訴審 還我民權 還我民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阿希葉的夥伴 謝謝 謝謝工商 好 阿久不見 謝謝你 謝謝理事長